黎子一直是观众心中的梦中情人,连一向被公认为是大美女的张伯芝,都说黎子比自己美,可是黎子自从吸引后,就很少出现在荧幕前。 如今的她也已经46岁了,外界都猜测,她已不在乎当年的美貌,可是9月10日,她现身街头的一组照片,则另一众网友感到意外与吃惊,照片里的她,四肢纤细,穿着一件简单的短袖,搭配一条牛仔裤,约看就像一个学生妹。 再看一张她的镜照,皮肤紧致,五官一体,笑起来黎窝前起眼,令人着迷,在另一条视频里,黎子的身性挺拔,走起路来气场十足,完全不像是一个已经46岁的女人。 但有点直肠,女强人的感觉,网友看到她的照片后,都感叹岁月从不败美人,上天对她实在太好,同时还有许多人把她跟其他的港星相比较,发现他们好像都很抗劳。 43岁的蛇诗曼一显年轻,46岁的郑秀文皮肤白皙紧致,前段时间在延续攻略夜人,无几年主演,里出演先飞的蛇诗曼,也被网友称在启治好,显年轻,在该剧中,饰宴皇帝的孽人以及复朝皇后的启兰都比蛇诗曼年纪小,可是这基本上看不出来。 后来了一众主演一起出席活动时,人群里的蛇诗曼则写得尤为出咒,跟她年轻时在精致欲念,离子等催文主演里的耳唇相比,没什么差别,比她大三岁的郑秀文,在自己46岁生日临近之际,在社交平台上含啥,出了自己的近照,照片里的她皮肤紧致,涂着道红唇还显得格外白皙, 她还穿着一身炫彩亮眼的西服,但是毫无违和感,除了他们俩以外,还有好多感性都不显老,从老一辈的开始说,63岁的赵雅芝,风采依旧,身材保持很好,气质一胎给她满分也不为过,71岁的郑少秋,不仅没有像老年般,而且走起路来还感觉像是大侠一般, 52岁的邓翠文,48岁的宣宣,以及51岁的陈宛容,一个个都跟吃了防腐剂一样,让人心生羡慕,港新抗老的原因何在? 网上有很多人都在讨论港新为何这么抗老,各种说法也是应接不暇,有人说是不是包汤地区的人都会保养, 也有人说是不是香港地区的气候条件比较好,后来小编查阅资料,觉得他们看老的最大原因在于自律,在在创世纪周立奇,古建安主演的片《唱花式》里,周立奇就说剧中的两大男主演,为了保持身材,天天不吃饭,致吃一点菜和鸡肉,还坚持健身,有得还为了不发福,也坚持多年不吃米饭, 胡信安未来出演《花田喜事》,曾爆发24斤,在拍摄结束后又立马瘦了30斤,这其中肯定付出不少努力,在中餐厅里,熟期每天那么累,还不敢吃饭,有时候只喝点红酒垫垫肚子,所以说,为什么港新那么看老呢? 这与他们自律有莫大关系,他们能坚持减肥那么多年,除了对这一份职业的境内外,还有常人所没有的毅力,这或许就是他们能够走红的原因。 感谢观看